刘磯臘 Free 밖에 安法亦和罕牛 郭先生 出席 可以教堂 溢哥 naz-我是 也通选了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Ben Six 那今天想跟大家講的這主題 就是說我對網路這邊比較特別有興趣 所以就做了一些study 那也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來跟大家做這個sharing 本次的話這個slide我們用cc授權 然後如果大家有興趣 拿去使用就可以免費使用 那我是誰呢 目前的話我主要就是 我奉JuluOS的community 本人的話比較擅長在網路 還有相關的嵌入式系統的一些開發 那我今天主要要講的 agenda大概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有關 這次為什麼我會選這個題目 然後第二個部分就是 我這次實作主要用到了一些hardware的一些簡介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 我們開發在這個hardware上面開發的時候 的一些初步的一些動作怎麼做 然後開發的時候遇到了一些問題 那這個部分我們想跟大家來做一個比較詳細一點的分享這樣子 那我先講一下為什麼我會想要做這個主題 今天的話我們在那個物聯網這個議題上面 其實炒了蠻多的公司都有投入去開發 那最有名的就像Google或者是一些其他像Apple的一些裝置 之後可能手錶也會出來 那我們會慢慢的身上不管食衣住行育樂 你走在街上你看到的東西說不定都聯網 那因為這個原因的話我就覺得說既然我對開發OS這部分蠻有興趣的 那我們為什麼不來做一個東西可以讓它聯網 然後實際上去開發它 那回顧一下去年的CostCup 我舉辦那個workshop的時候 我有提到說有一位叫Adam 他創辦了一個公司叫Sing Square 那就是四方形的東西 那其實就是Chip 那我們這家公司的話它主要有四個人的組成 其中一位就是Adam 他主要是CEO 那其他三位的話就是個別是Emulator 還有他們的Marketing跟相關的一些Strategy的Member 那在Adam這部分我們看到Adam的話 他實際上是瑞典計算機研究學院裡面的一個教授 那他帶了一個專題就是叫KontikiOS 那這去年也有提到 那KontikiOS是什麼呢 他實際上是一個很Lightway的Open Source 包含網路的功能的一個OS 那這個OS呢 他在今年度的時候 我再重新去看一下說去年 在KontikiOS那邊他們做了一些東西之後 我看一下他們的架構 他現在也跟Cloud扯上關係了 那目前的話他們其實就是把 很多很多不同的chip的device 接上他們特殊處理的 特殊處理的一個Louter 那那個Louter其實也是KontikiOS based的 那是一個非常Lightway的Louter 那他們強調的訴求是在省電 就是省電而且是方便連接 容易來設定這樣子 那目前的話他們推出一個服務 叫做用App去把東西連起來 然後而且包含連上網路 那這東西我們就可以發想一下說 他最終是想要做什麼 那這是實際上是一個想法 就是我看到一個趨勢 有美國有公司在做類似的事情 那我們就可以研究一下說他們的strategies 這樣做有沒有business model 那因為我們研究一個東西 如果你要繼續support你做research的話 你還是要有一些business的一些考量上 你才可以看得到說你開發這東西 你有沒有辦法繼續維持下去 那他們連接的東西是 舉例他們把電燈 把空調 把相關的一些電子的產品 全部透過App把它接起來 那它怎麼接起來 它其實是走Wi-Fi 那加上我剛剛講的Louter 來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這其實就是為什麼 我今天想要講這個主題 就是我想實作的東西 比較像是它裡面的那個 ContikiOS的Louter 那當然今天的話主要的Prototype 其實還沒有全部完成 我們已經先選定好 hardware 然後包含OS realtimeOS 是一個open source的project 後面也會介紹 我們先看一下說這次的hardware的話 大概給大家overview一下 這次的話我用到了一塊叫 德州儀器他們出的一個 STM32F4的板子 那就是Cortex MC 那我們這個板子主要的話 我們目前carware的部分 用到了三個東西 第一個東西就是剛剛講的STM32F4 這個407的板子 第二個部分就是USB的Series Adapter 那你在開發embedded device的時候 沒有Series Console 你不知道怎麼做開發 這真的一定要有的 這必備工具 第三個部分就是我們這次選定的Adapter 那接下來我們稍微看一下說 在我們這次選定的STM32F4這塊板子 到底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那這塊板子其實 大家可能會問到說 為什麼我要選這塊板子 而不是用其他的板子 因為這塊板子它本身的話 在那個CP值來講算是比較高的 因為它介於高階跟低階的中間 低階的話像舉例說 我們常常會看到什麼Arduino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Armtail的 那種embedded的板子 但是那個板子的話 實際上你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 你要在上面寫一個OS 其實也是非常的困難的 那在高階的Domain裡面 其實已經太多人在寫了 就是包含Android 都已經都有人在寫 所以我們這次GeloOS切入的角度 就是往中階的這個角度切進去 那就是用STM32F4 這32bit的Arm CPU 然後它本身的話 因為它memory其實 有192K 已經算非常夠了 那imega的Flash 以目前我們在做出來的Kernel來講 Kernel都只有幾十K而已 那這個是非常的夠用了 那我們如果之後要存一些資料 其實都可以直接存在Flash上面 那第二個部分是 所以這塊板子的話 它本身提供了兩個USB的輸入或輸出的接頭 其中一個是給MicroUSB用的 那另外的話 那一個是 這個MicroUSB的Pol的話 它可以跟我們的STLink的 這個Debug的Driver 去做整合 那這後面我會再提到 怎麼做這件事情 那第三個部分是在 USB的2.0的OTG 這個部分其實滿好用的 就是如果之後的話 我們Research的Topic 往這部分延伸 就可以再做一些其他的延伸 舉例像說 跟Android的Phone接在一起 那變成是Android Phone的 外接的一個USB device 那這也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如果說我們這一次的 像我這個Networking的功能做完的話 那實際上你就變成說 我可以在Android的手機接上來之後 它變成是一個USB的Ethernet Adapter 這實際上是可以做一些衍生的 那我們先看一下說 整個Architecture的Overview 那Architecture的話 在Hardware這一層來講 我們有看到說 有Networking的Adapter 跟我們的Armball上面的東西 那但是在上層的部分的話 其實我目前的話 分位的話後面我會再提 那它實際上上面會有一個分位 Hardware跟Funware 那在Funware裡頭的話 我們包含Driver TCPStack跟Application的部分 那我們先講一下 有關Ethernet Adapter 這個部分 我們為什麼會選用剛剛那一塊Adapter 就是EN28J160的這個Ethernet Adapter 那其實我大概有去露天 其實現在露天什麼都買得到 包含你看得到了很奇怪的板子 或者是一些甚至那種CNC 或比較貴重的物品 都可以直接在上面買到 那我們現在的話就是 但是我在露天上搜尋的時候 大概看到說 有好幾個Adapter 那最後找到這個 是價位算最便宜的 大概只有190塊 那我們第一個就是考慮 就是價格的問題 那之後如果我們要做 Shipping或量產的話 也會比較有可能說 降低我們的cost 那第二個就是 另外這個Adapter的話 還有一個優點是 它目前的話 有一些人拿這個Adapter做實作 它跟Arduino 或者是跟一些8051的chip 直接整合在一起 那為什麼它可以直接做整合 因為它用了SPI的 Ethernet的那種介面接頭 它是用SPI的protocol去做傳輸 那SPI到底是什麼 其實SPI的話就是我們的 那個 它實際上是用四條線 四條線 然後再加上另外兩條的電源線 跟一個接地一個電源 5伏特或3.3伏特都可以 那接起來之後呢 它就可以形成一個 有全雙工或半雙工的一個 通訊協定 其實我們在用的一些網路線來講 網路線也是一樣的 網路線 其實你如果自己在接的時候 網路線只要接四條就會通 那我們 它那SPI的全名是什麼 其實它是一個通用的序列戶 灰流牌的一個簡稱 那我們之後會常看到這個SPI的詞 那我們先看一下SPI 在剛剛我們看到SPI那個 說它有四條線 那其實它有一些東西 就是我們在開發的過程中 只要用到了這種通訊協定的Hardware的話 而且你是走有一個幾個角位 在那邊傳遞資料 你就會有一個data sheet出來 那所謂data sheet就是 它會在固定的時間 70點的時候 你需要把某一個角位 像舉例這裡寫的是 把CS這個clock的狀態 從高電位轉到低電位的時候 你才可以開始寫資料 這個是它的表示式 這是data sheet的寫法 所以如果之後大家有興趣 要開發分位的 就是跟Hardware相關的東西 你不可免數 你一定要看得懂data sheet 那這個data sheet的話 它在CS 從高電位變低電位的時候 它的SI就開始傳送資料 那它在傳送資料的過程中 它會有另外一個SCK 做訊息的同步 那我們可以來看說 第二個部分就是輸出 那輸出剛好它是反過來 那這邊我們可以參考一下 那我們先講一下說 在SPI的Procode裡面 我們用到了幾個東西 就是說我們用SPI的command 它其實是有分了OP code的 那我們在傳遞的時候 其實它是一個支援一個支援去傳送 那這個其實我們如果看到這個地方 也大家都知道說 SPI這個通訊介面 它的傳輸速度不會太快 那這個是它的缺點 那當然這個也是它的優點 因為它簡單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它在傳遞的時候 它分為三個bit的OP code 然後三個五個bit的Argument 那根據這個Argument的不同來講 它後面帶的資料也會不一樣 那我們SPI的command 其實有下面這些列出來的 那我就不細講這些command 那之後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私底下我們陸陸續續 我們會舉辦一些 GiroOS的小聚會的時候 我們會再細部地去探討它 我們先講一下說 在ENC的28J60的這一塊Ethernal Adapter 其實我們在接的時候 這邊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我在這裡有一塊板子 我把它拿高一點 就是這邊有一塊板子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那個STM32F4的板子 那這是我們的那個 Ethernal Adapter 那我把它接起來的時候 一定會有角位 我要把它接在一起 那那個角位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我們有 PA5,PA6,PA7跟PE7 那這其實有 這是它的PIN角的名稱 那根據這個PIN角不同 它可以接到 右邊的這個 Adapter上面 它一樣有對應的PIN角 你把它接起來 好,那就 這就是 你就把那個 開發的環境先接好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 我們看到這個接法 大家可能會不太了解 為什麼要這樣接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更細部的一個圖 那 右邊的話就是 就是ENC28J60的一個 block diagram 那左邊的話就是 它的MCU 那其實它在接的時候 是直接就把它 就是 你把它接起來之後 那它有一條線 這條線叫做 interrupt跟 跟那個 DoubleOL 那是位港LAN 那其實這兩條線 其實是可以不接 我們只要接上面四條 加上電源線就可以 好 那我已經講完 Hardware Overview 這一部分 那我們接下來講一下 我目前開發的 遇到的一些經驗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就是在 F4 OS 這部分是我們目前 選定的一個 Hardware的 Hardware本身要 在上面run的一個 OS的 Realtime OS 這個實作是一個 算是非常容易懂 它比較適合拿來做學習 那它本身的話是在 美國的一位 算現在應該是大二吧 它大二就可以寫出一個 Realtime OS的 kernel 非常厲害 那這部分我也是期望說 我們台灣以後大學 大二的學生也有能力 可以寫Realtime OS 這個是非常希望的 那給大家看一下 大概F4 OS 它出來的畫面 大概是長這樣 那我們可以 到時候的話 我會把Sox Code 因為現在目前Sox Code 還沒有全部完整 所以我還沒有全部放上去 那之後Code會放在F4 OS上面 那我現在目前的版本 不是F4 OS最新的版本 因為F4 OS它後來 越改越複雜 它把它改成可以 Support multiple hardware 那它的Build environment 不知道為什麼 它們好像有些問題 一直Build起來 那我用的這個版本 是比較簡單 它只有specific STM32 F4 這塊板子 那大家比較簡單 容易理解 不需要那些其他的 support hardware 我們就先都把它 ignore掉 讓大家比較容易去理解它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Architecture Diagon 現在就把它換上來 在上層的這個Sowware 的部分 它的主體 分位的主體 是一個叫F4 OS 它實際上是一整個 binary 然後接著我們把 EJ28J60的Driver 把它放進去之後 再加上它的TCPStack 然後上面可以放Share 跟我的Simple的Web Server 那這樣子就完成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 很LiveWave的 Network的Architecture 的整個一個 Realtime OS 包含網路功能 好 好 我們講到說 我們已經有F4 OS 那 我們一定會 在開發這個板子 你不可能用 X86的卡牌去建造它 所以你一定要有 ToroChain 來用 ToroChain 很好的地方是 在我們 網路上面 Ubuntu他們本身 就有 Support Arm 系列的 ToroChain出來 那它本身已經有 Windows Linus 跟 Mac OS的版本 好 我目前用的是 Mac OS的版本 所以你們 所以各個平台都可以 很容易使用 好 我們接下來進入到說 Debugging的階段 那Debugging的話 我們一般會用到 USB的Series Console 跟我們的 剛剛講的 ST-Link的 那個 Driver 那這個 ST-Link其實是用來做 GDP Client Server的 Debugging 我們可以看一下說 在USB Series Console 我們怎麼用 其實一般來講 你把 像我現在我在接的時候 我把 那個 Pol 它有兩條線 一條是 本身你要傳 傳遞Binary 你要燒寫 Binary File的時候 你要用另外一個 Pol 接到它的Micro USB上面 那還有一個 Pol 是用來接 你的Series Console Pol 就是 我給大家看的就是這一條 這一條 Series Console 然後我們把它接上去的時候 我們把它接上去之後 我們可以執行一個叫做 就是 LS DEV底下的TTY 裡面的USB 我們可以看到說 它有沒有那個USB Serial 接上來的 當然 不同的 USB的 就是 TTL to Serial Console 這個Adapter 可能它的 Pol 可能不太一樣 所以大家可以到時候 再仔細查一下 你的 TTY的Pol 到底是 的那個名稱是什麼 然後第二個 動作就是你可以在 上面就直接下 Squeen 然後直接就是去 存取那個Divice 然後給它 多少速度 那我一般都是設 115200 這是標準的 那用Squeen的話 是 因為我在 Linus 或者是在 那個 Mac上面 其實都 用這個都是最方便的 因為它本身就有 而且是 Windows上面也可以找得到 但是Windows上面 一般來講 我們會用另外一個叫 就是 Hyper Terminal 這個Tool 那Hyper Terminal的話 我目前用在 Windows bar上面 實際上是沒有 那我是把 Windows Windows XP上面 把它扣過去用 所以其實 是可以扣過去用的 那第二個部分 就是我剛剛講的 它用 ST的那個 程式來做 Debugging 那你可以先用一個指令 叫做 ST-UTIL 那這個動作 你就可以 起一個 ST的 Server 那這個Server 會立正在你 Local的 4242POL 這是Default的 那當然你可以指定說 不同的POL 那它本身都是 就是 ST-Link 它在 各個平台上面 用到ST-Link Driver Source code都是放出來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實際上也蠻有趣 他們在 GDB的 那個部分 都蠻多人在用的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我已經有了 已經起了一個 ST-UTIL 的Library的時候 我在 那個 下一個動作 我要怎麼做呢 其實我就起一個 GDB 然後 在GDB起來之後 我把 把它下一個指定說 Tucky Remote 到Local的 4242POL 它就連上去了 那連上去 就等於說 你現在可以直接 單步中斷 去Trace 你現在的這個 板子上面的 的那個Code 因為它 在另外一台機器說 你中斷它是沒有關係的 那我們可以 搭配上說 我們Build進去的 的 的 Binary的 Simple Table 你就可以知道說 你的Code 回到哪一行 好 那這是第二種方法 做Debug 那我們接下來講的是說 我怎麼去Build它 其實我們一般在Build的時候 我們剛剛有講到 我們已經有拿到 Torchain 跟那個 我剛剛講的 ST-Link的程式 那你抓下來之後 Build完以後 你會有兩個目錄 你就把這兩個目錄 設定到你的 PES的環境裡面去 那第二個步驟就是 你去把 FoOS的 的那個 Source Code 把它抓下來之後呢 你進到它的 相關的目錄裡面 去 Make它 然後最後把它 下一個字 叫MakeBurn 就是 Burn 就是燒錄的意思 那其實它燒錄怎麼做 燒錄的動作 其實是把 STM 它去Call一個叫 STFlash的動作 直接把它 把一個 Binary File 燒到 一個 去 那這個 這個 燒進去之後 它就會 秀出來 一堆Log 那這Log 最重要的一個地方 是你要看它 燒錄的那個 CRC Verify 是不是正常 因為一般我們在做 這種 分位的話 如果你還沒有燒錄完成 你就把 電拔掉的話 有一些 就是沒有 Recover機制的 Device 在這個動作之下 它就會壞掉 你沒有辦法救它 它變一塊磚塊 那之前我常常遇到 那變磚的解救方法 就是把 那顆Flash把它吹下來 然後再用別的東西 重燒 那這是比較累的 所以 大家如果在 燒寫Binary的時候 請不要把它 任意斷電 好 那 這一次的話 我們目前做的東西 其實 今天主要還有一個問題 我還沒有解掉 就是 我不曉得是 它會被我搞壞 怎麼樣 目前的話是 SPI的驅動 目前沒有完全驅動成功 但是 程式碼已經都全部寫完了 那我 我之後的話 會再花時間 把這個 SPI Trigger把它做完 然後 再把Sexo 放出來給大家 好 那我們做一下 快速地做一下 Environment Demo 稍等我一下 我把那個 畫面切過去 好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目前我在我的Source Tree裡面 那我們可以很簡單 我們Make Clean 把它Clean掉 好 然後再直接Make 那我們就可以把整個 整個CodeView一次 整個CodeView一次其實非常快 大概幾秒鐘就可以View完 那 因為剛剛有一位 同 就是一樣是講師 他跟我講說他View一個東西 光Link就要5分鐘 那我跟他講說我只要3秒 他就蠻羨慕的 那這也是開發氛圍的好處 你不用等很久 他很快就可以View好 好 那你View好之後呢 你下 Make BURN 好 好 這時候他就 他就開始Flash 就把它燒進去 好 那你就燒寫成功了 那接下來我們 我們可以看一下說 在 我已經寫好那個 ShareScript 就是去把那個TTY叫起來 好 那我們可以看 就是 這個是他的 給大家看一下 好 這個是 我剛剛按Research Key 讓他Reboot 那我們可以看到目前 我大概把幾個東西都抓出來 就是說 我去把 SPI 把System Clock抓出來 因為他 我剛剛有講過 他的CPU的時脈算是高的 因為在 單晶片的domain裡面 能夠有168MHz的不多 第二個是 他本身的SPI的話 設定完以後 我們可以把它啟動起來 然後 利用GPIO的設定方法 目前在Debugging的時候 我就是去做測試 說 SPI到底啟動成功還是失敗 好 那這大概是我的 這邊的一個簡單的快速demo一下說 目前Development 大致上是長這樣 好 那我們再回到我們目前的slide 好 對 好 我們目前slide的話就是到 現在來講我們講完的東西就是說 為什麼我用STM32來做一些Nameworking 那第二個是Hardware Overview 最後的話我分享一下一些experience說 你怎麼樣抓檔案下來 怎麼樣用它的debug tool 你怎麼樣用Siri console 跟它連在一起 那最後的話 你怎麼把整個東西build起來之後 燒寫到你這個Hardware上面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你的debugging 可以直接debug 或者是看到console畫面上面的顯示資料 那以上的話大概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share的一個東西 那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 關於這方面開發上面的一個問題 好 就是那個F4的operating system有被拿來做其他的使用嗎 還是它就只是 就是它為了它上課然後提供出來的 那應該講說 他們想要做的這個operating system其實是 就是說應該一開始它實際上是對這個有興趣 所以它去做 那做出來後慢慢就有一些人join它 那現在開始他們往commercial的domain去做 就是他們開始support一些commercial的hardware 可能會搭配那個hardware處 那這其實是open source的生存的必要條件 就是你一個open source的community 你一定有人sponsor 然後你去support它的hardware 所以我目前看到它是往這個方向來走的 那我們自己目前也會再開發一個 好 那我這邊的話就是 大概稍微講一下就是 就是我們目前的話 我們我們的那個community 就是有一個東西是 就是有一個東西是 目前 Jesup他正在做的就是F9的micro kernel 那F9的micro kernel 那F9的micro kernel的話 我們預計的話 待會兒就是Jesup會幫我們講說 怎麼樣做這部分 那我們先讓Jesup做一下那個setup 好 我先收一下 好 那就是我們 今天的話我們先support一個說F4micro kernel之後 我接著之後會把它加上網路的功能 那慢慢的話 我們希望在這個community裡面 可以有一個產出出來 然後大家可以有一個focus 去往實作OS這個角度去練習 或者是做一些更進一步的衍生這樣 去做一個容量的東西 上面有出的 然後我們絕對人有架, 但是我們在這個場上 然後來這裡 為什麼會把這個體重上 233位 不要鬆 我們可以用這個體重來